各位反彪悍霸凌的粉絲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到了這個充滿真相的世界 我今天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第三集這麼快拍 這是因為我們拍前兩集的時候不斷的受到了檢舉 所以第三集要更快的把真相說給大家知道 除了敘述真相之外呢 整理了幾個網友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一一的給大家做答覆 第一個問題呢是深蹲價的問題 那這問題我已經回答得非常的煩了 證據時間軸都給你們了 你這個還這還有什麼需要我再回答了 那你現在到底還要我說什麼 提出什麼證據提出我有拿證據嗎 我就說有了嘛 我也還給你的 他說什麼我還回去破破爛爛什麼破破爛爛 深蹲價 你是沒事用斧頭去砍是不是 你把他砍得破破爛爛的再返回去 你又是發什麼神經 深蹲價你要把他弄得破破爛爛還不容易耶 你們這個這麼基本這麼簡單的事情搞不懂嗎 你還是你每天用頭去撞撞撞撞撞破破爛爛的對不對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再更詳細的話那可以去把我剪接的這個剪接師銷告我的乾弟弟到他的YouTube頻道去看他有更詳細的解說 然後第二個問題 說三瓶麥卡倫 我問你啦誰會去串燒店開21年的麥卡倫 你是當人家沒去吃過串燒喔 誰會去串燒店開21年的麥卡倫 你是當酒店喔 當酒店在開還是怎樣 沒有這瓶酒嘛 那一天就只有紅家禮炮 沒有21年麥卡倫 那一天 第一支 反正我就只有看到紅家禮炮21年的 就那一支 放在桌上 我們那天我們喝酒的就有三個人 彪漢 我 還有我的朋友阿國 Daniel是不喝酒的嘛 幾乎都是我 跟彪漢在喝嘛 阿國 他喝了一點點 因為他從頭到尾城 放鬆在聽我們聊天 所以比較 喝比較多的就是我跟彪漢 阿不要換你酒量那麼差 你喝沒幾杯你就不行了 好你自己說你吐的跟狗一樣 你隔天跟我講的 我了不起喝到緊繃 我也是喝一支威士忌而已 對不對 阿你 還講 還要講說三瓶麥卡倫 是一瓶還三瓶 到底是 到底是黃家禮炮還是麥卡倫21年 你每一個東西都交來不清不楚嘛 你那時候有辦法用21年的酒去請人家嗎 你有那麼有錢嗎那個時候 第三個問題呢 是說 我有沒有師傅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啊 你說我的 出生在哪裡 其實我是在 一開始出來 我是在夜店打地下全賽的 那地下全賽是怎樣 就是你也可以報名 我也可以報名 阿我們當然都不是職業選手嘛 那個也不是職業賽 那個就是一個Pub的 一個 一個秀 我就在那邊打了4年 然後我打了 大概126場吧 當然 我跟普通人打我贏了也沒有什麼好說嘴的啦 其實 練舞這種東西是這樣 譬如說我今天 跟一個學生好 譬如好比小狗 大狗 都好 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啊 因為有些技術 我可能跟他們練一練 因為他們即便他們不會 我都可以從跟他們訓練當中去領悟一些東西嘛 這就是武術 是你需要透過人與人的對戀 你才會領悟到什麼東西 那這些事情呢 其實我們武術界的老朋友 他現在是拍電影的導演 吳正雅 吳導演 他其實那時候是我在打地下全賽的時候旁邊的為師 所以我從頭到尾有沒有師傅 正雅都很清楚 我是打地下全賽之後才加入他們 這一個 主辦單位 所設的 武術組織 你可以去問哪一個人會說 金剛刀是我教出來 他敢這樣子講 那如果大家 還想聽一些 金剛刀的一些小故事的話 我們有機會 我們請 吳正雅吳導演 來跟我聊聊 我們武術界的 以前到現在的一些狀況 有機會 第四個問題呢 是有關大哥小弟 我覺得 這個還需要再講吧 很多人現在跟我講 會不會是有人在中間講什麼啦 就是 是別人挑撥啦 管粉挑撥啦 他自己不是講嗎 大兄小弟啊 大兄小弟 你知道他的意思嗎 大兄是你的小弟是我嗎 我就是小弟啊 這有什麼好講的 好 再來重點是 我不認為 我應該被 叫做小弟 就是這麼簡單 我今天幫助你 你今天送我東西 結果我變你小弟 我當然不爽嘛 我覺得被你設圈套啊 那這有什麼好講的 還是說 那個 我大兄小弟 不要看是我 我小弟 不要看你會爽嘛 你自己想一想就好啦 這個問題 無聊 第五個問題 政治立場 這個事情真的很簡單啦 我根本就 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政治 那你不要想說你用 說我是 中共派來的 還是解放軍的領袖 你想要 扣我帽子嘛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反網路霸凌 我管理國民黨還民進黨 你只要是支持 反網路霸凌的 我都是很歡迎啦 這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啦 這是整個社會的事情啦 我不能讓你再這樣扭曲下去啦 第六個問題是說 為何五年前的事情現在才講 我怎麼現在才講 這五年大家知道我每天常常都在講 因為我粉絲團其實沒有在怎麼經營 我覺得很無聊 怎麼不要他沒理我呢 其實他一直都沒理我嘛 我就彈了一首天空之城 彈鋼琴 給他聽 覺得彈鋼琴怎麼不理我 來 挑逗他一下 他生氣了 他可能不喜歡天空之城這首 如果我能讓我收到 你不見 你不見 但是我認真的 但我不會那很死 我剛才會演 我太長了 我… 我… 我會有 我… 我現在已經彈得更順了 好不好 那他就突然 他就開始講 講得很誇張了 從17、18、19 連續三天講 那我覺得說你今天講 你可以講到這麼誇張 是因為你623大遊行之後 你覺得你頂天了嗎 你忘我了 你覺得你可以隻手遮天了 對不對 我只要一出來講 我就會被霸凌 會被講到死消聲匿跡 大家以後都不敢再講你怎麼樣的 武術界再也沒有人敢講你了 你最大的心腹大患除掉了 我本來真的是想算 反正你做你的事 可是我覺得你太誇張了 尤其是你很不認同我的天空之城 這是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哈哈哈哈 那不就幹 相信大家最近在我youtube上面都有看到 就是一位叫做朱醫生的留言 他留的這些內容呢 不算是一個完整的事實 那我雖然很不願意 但是我在這邊要幫彪漢澄清一下 然後還要為阿樂澄清一下 阿樂就是這個朱先生在我的youtube上面留言裡面的一個介紹人 當初是阿樂介紹這個朱醫生給彪漢他們認識的 好那我們現在請阿樂 阿樂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這個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朱先生他講的到底 他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去留這個言 好那我大概就是 我大概講一下 因為我稍微去翻一下 因為以前的對話紀錄我們全部的人 在合作要做成績事實上這個事情 很多留言我幾乎我都留著 那我再回去翻一下 其實這個朱先生講的有很大的出路 因為他是講他想講的 那館長其實講的也是可能時間久了 他也講的也是有出路 但是我對話紀錄我們的群組一隊出來的話其實都有紀錄 但現在成績事實上有打算提告了 那我就覺得這個信息也就直接到 就算法院講 對我也答應館長 那我們就到法院講 那再來我要講這個朱先生 我真的覺得很委屈的你知道嗎 當初就是因為你 我問他 在電運動很好 就是因為你 為了你拜託我要把錢抽回來 那道理上來講 確實就是你真的是比較理虧 或許你一直合約一改再改 一下你老婆又說什麼又要改 對我之前有聽彪煌這樣講 對 合約一直改 對所以你看我突然情緒真的就起來了 是你合約一直改改 然後當然他們 就不爽了 對他們就是性情中人嘛 我就不爽了嘛 然後當然就是會有情緒上 但是你也不能怪人家 那但是 終究你圓滿處理回來 你為什麼還要再拿出來嘴 我搞不懂 然後再把我拖出來 你知道 我晚上三更半夜 被騷擾 一直被 莫名其妙的訊息 然後罵我背骨 我真的很想講 你只是介紹他們認識 不是從頭到尾 我最委屈的人是我 我只能這樣子講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他兩方面 一個錢拿回來了 一個他們現在就是 也成功了嘛 對那我就覺得就好了 那為什麼 那麼不堪的事情 還會被拖出來 我坦白講 我到2014年那一年 我真的整年 都 心情都很不好 因為我覺得 我真的是真心未別 然後我甚至已經 那時候從那時候 看了兩三年 從那時候才開始 開始就已經 不行了 然後開始在看精神科 嗯 然後吃藥也吃了好幾年 雖然憂鬱症了 對 所以被這個主義症搞了嗎 也就是 被這個事件 被這個事件 對我為什麼沒有人願意體諒我 我全部我都是 就是希望雙方都能夠OK 那 要不然我坦白講 這件事如果我促成的話 我有占股份 為什麼不要 後來我說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希望圓滿 這個我的紀錄裡面都有 也不是說我講了就算 這個到時候到法庭上面 簡作還是什麼 反正你就是會實話實說 都會有記 人也不會偏談誰 不會不會不會 這沒有什麼好偏談的 因為這個事情是過了 然後又拿出來講 所以各位管粉看到了 阿樂呢 他講的是他所受到的霸凌 那你們聽到的這些解釋 也不要再霸凌他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事情 整段就是這樣嘛 那朱先生他為什麼 要留這個演言 不是你去指使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不要說你去指使 沒有沒有 我根本 我根本就已經不想要跟他有合作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怕都怕死了 就是 對啊就是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你覺得他來我版上留 留這個是他要幹嘛 我覺得他應該覺得 你 他應該有在關注你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那因為我下面有看到說 一直有看到說 你很貴 然後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是不是 還是想要再圓他 原本成吉斯坦的這個 沒有完成的夢 對想要再來這邊可能 那後來講講了一堆 其實我看不太懂 然後反正其實你來我的版留言 我只是說 很歡迎你說真話 就是有真相受損回去 就要講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說的 不是真相 對 人家要告你的時候 那你就要自己 問你說的話負責任 對 這個是我是絕對不會偏袒 因為當初我就沒有偏袒 任何一方了 當初何處 我就是犧牲我自己 然後就是 大家都圓滿就好了 那其他的 我不知道 過那麼多點才會再被拿出來講 編師 對對對 這是不堪的回憶 這麼悲情 這是蠻不堪的回憶 那最後你對於 不要漢有什麼話想講的嗎 不要漢 其實 我覺得負面就不要再講了 那我是想講一些正面的 我只是覺得說 因為其實館長他現在 在他 高高望重 對 他真的是已經聲望到一個地位 甚至說 你說他只是網紅嗎 我覺得不只 那你說他 他是什麼人物 我覺得他 連出來可能要選個 議員立委 躺著選的會中 那你勢必對社會可能就會有 責任 我覺得要有責任 就會有社會責任在 那當然你可能他沒有辦法 影響到 社會大眾 全部的人 那沒有辦法影響到 全部的人 可是有很多人還是相信他 對因為你看他的 他的粉絲團 他的館粉 起碼好幾十萬人 那你有用一個 起心動靈是善意的 即使人家批評你 但是我覺得 你用一個很善意的東西去解釋 然後去把它 整天 整天在那邊跟人家 對 講一些不好的話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會造成你的館粉 他們可能會越來越激動 那如果你可以影響到他們 讓他們也跟著更好的話 那不只是說 你把你的員工 帶得很好 那你也把你的粉絲帶得很好 那你也把你的粉絲帶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社會責任的意義更重大 然後 對你的企業形象是更加分的 所以你希望他可以 讓這些館粉 往好的方向走 然後不要去霸凌別人這樣子 我們當然是不能這樣子講 但是我是希望說 他像館長他這個部分 他是個 他是個頭 那他是可以 他是會有影響力的 對那我覺得 從他的起心動念來 發自內心 那即使人家有講什麼東西 他真的受不了 他想要回應 我覺得他可以稍微冷靜想一下 然後再來回覆 然後用一些比較善意的回覆方法 那我覺得這樣子對他一定 以後會更加分 而且他的 他的再來的那個 之後的路會走得更廣 可是我認為啦 他現在已經習慣了 用霸凌別人來成就 所以他沒辦法改變這樣的形式 他不會改啦 怎麼可能 那就 那就是我們 我也只是 我們只能祝福他 對祝福他 希望大家都能夠很好這樣子 我們謝謝阿樂今天 謝謝大家 來幫我們 我也彪悍澄清 雖然 其實也 我也不願意嘛 反正就是 對阿 我覺得好的東西 因為我們不能偏袒 我們還是要公道一點 我覺得好的東西 我們不能像彪悍一樣 哈哈哈哈 我今天未來 我真的是覺得是好的東西 我覺得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不見得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 其實那一天來我版上留言的 不是來私訊我的很多 罵我背骨 但是 你們都不知道其中細節 你們沒有聽過我講 我覺得 都過去我也不想再講 那 如果真的還有人繼續霸凌 來找我 然後又在那邊 又在那邊 那都已經跟你們解釋了 你解釋你聽不懂也沒辦法 那你就把那些刪掉就好了 我是都把那些人刪掉 那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我應該說 你不算了 有什麼事 你不想了 你不想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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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